香港人救生還是計劃? 好處 全香港人都知道 但又不是所有人都合適這個方案 雖然門檻耳機不高 但都不是很多人可以考到OUNCE 6分 又或者上個年紀都未必想讀書 但為了移民 又不怕做一些辛苦點的工作 今集就跟大家對比一下 Stream A 和AAI P 兩個超順的移民方案 誰最適合你 一於來個終極大比拼 喂!大家好 我是阿森 我是Tommy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EMIPA 98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是專講加拿大的移民和落地的資訊 再加上樓宇 如果訂閱的朋友就非常感謝你們 再多介紹給朋友看 而未訂閱的朋友就記得按訂閱的按鈕 按鈴鐺 因為最新的影片就會通知大家 好,我們不說那麼多 我們馬上進正題 加拿大的香港人救生艇計劃走了這麼久 相信要申請的朋友都已經申請了 又或者正在申請 尤其在搞DIY的朋友 時間是鎖剩無幾 又或者未動身的朋友 可以看看我們右上角的影片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幫到你 雖然救生艇真的是一個超順的方案 但總得朋友學歷差一點點 亦都沒有信心 IELTS考到六分的朋友 很怕讀書 又覺得讀書很大壓力 但又很想移民 不介意做些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集和大家比較一下 讀書行Stream A 或者AAIP 這兩個更順的移民方法 接下來我們會逐個分析 大家見到有用的資料 記住screen cap 低它 首先我們先說Stream A 香港舊申請項目更新了 其實它只是extend了 Open Word Permit的申請時間 對Stream A的申請PR的時間是不便的 都是二六年的八月份 時間延長了不代表你多了時間 首先由申請的流程慢慢說起 你要走Stream A 首先就要選擇你想讀的學校和科目 接著就報學校 報學校的時間 快則就兩個月 慢則要等三四個月 之後就要寫Study Plan 以及準備申請Study Plan的文件 我們移民顧問寫快就很準 自己寫就看你們自己的個人時間管理 學簽入址後 快的就是一個月 慢的話可能要等四至六個月 大家要留意 現在不用再想2023年9月入學 現在已經報2024年1月的program Public School入學時間 是每年的1月、5月、9月 5月開班的課程不太多 所以2024年1月入學的課程 差不多是最後的尾班車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AAIP AAIP就是在Alberta找份工作 做一至兩年就可以拿到PR 申請方法很簡單 只要是Alberta省找到工作 而僱主又肯申請勞工批文 LMIA 而LMIA批完之後就可以出發 Alberta省現在發展迅速 有不少公眾都非常缺人 尤其是餐飲行業極度需要勞動力 所以如果你有餐飲業 或者酒店housekeeping之類的工作經驗 就非常對 而且申請時間非常短 只需要你confirm到job offer 拿勞工批文 轉過頭就可以出發 只需要在這間公司工作兩年左右 就可以直接拿到PR 相對比其他移民項目 簡單直接得多 接著就要講一下兩者的要求 申請Stream A的先決條件 就必須要在加拿大完成兩年制的盟頻課程 如果要入讀Public School 好大部分都要求IELTS 最少有6分 如果25歲以上想穩陣拿到study permit 最好最近幾年有上班 如果過去幾年沒有工作 又或者是家庭主婦的話 難度又會提高 因為移民局期望成年人來讀書 會增值自己 升職加薪或者轉換工作跑道 AIP的要求就比較簡單 但以現在AIP最搶人的餐飲業計劃來計算 基本就要有高中畢業 即是會考最少要幾方合格 英文水平只要CLB4 IELTS的4分左右 最好40多歲以下 最好有餐飲經驗 如果沒有餐飲經驗的話 都可以做廚房helper 或者適應這些工作 如果英文CLB4你都沒有 你可以考慮撒傘 因為撒傘的要求是更加低的 移民撒傘的話 只要你有好基礎的英文能力就可以了 即是說入境加拿大的時候 你能夠用基礎英語和加拿大的入境官員 溝通到就可以了 說到入境當然要說回 我們AIME898的最新落地服務 無論你多倫多 溫哥華 Calgary Edmonton 都好 一樣會有人跟你帶路 立即去片 看看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我們AIME Realty Inc 就有一個落地服務介紹給你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bert 我們怎樣可以為你租樓呢 譬如你們決定了來這裡多人多租樓 我們就開個group 我就短列幾個單位給大家看 我就立即去做個virtual tour 然後你選對的 我們就可以立即落定了 第二個服務 我們幫你安裝完 unit之後 我就可以幫你修鎖匙 如果修完鎖匙之後 我就通常會去你的unit 就幫你檢查一些東西 看看東西是否可行 服務三 我們現完樓就會幫你添置家具 我們會有同事就幫你修好所有的傢俬 裝好所有的傢俬 所以你一來到就可以立即住在這裡 服務四 我們就有接送服務 你們到達多倫多之後 我們有個同事就會接你機 就送到你來你家 服務五 就是當你安排之後 我們會安排一天 我們的同事就會做你的專人導遊 因為會載你 譬如拿social insurance number 去幫你報學校 甚至乎 drive around 你的area 讓你熟悉一些 甚至乎和你去買送 就有一天的時間可以幫你安排 如果這個服務適合你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記得約我們immunitink 有什麼打給我們 我們來加拿大見 講過就看完了 除了落地服務之外 如果你有些生意產品 想帶來加拿大的話 都可以找我們聊聊 我們可以幫你的服務 產品帶來加拿大的每一個角落 甚至乎有加拿大的朋友 想將加拿大的優質產品帶來香港 都可以隨時連絡我們 我們先說一下study premise 剛才說了個人背景要求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要準備 例如準備你的資產證明 解釋你和家人的關係 3Mate的朋友 除了要有給學費的錢之外 還要準備好生活資金 因為在加拿大讀書期間 不可以做full-timer part-time 都是一個有限數 所以需要幾十萬的資金 在銀行證明你讀書的時間 能夠交學費和生活 以及證明讀書後 有能力回香港生活 還要有心理準備要認真讀書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想報攀任 整麵包這類課程 但你不要想著可以玩玩就不倒業 加拿大的課程就算不用考試 功課和做project都需要投放 非常多的時間 那篇讀書有多辛苦 看之前我和表妹讀幼兒教育的影片就知道了 AIP 相對沒有那麼多要求 最重要你們肯去Alberta省認真工作就可以了 你知道做餐飲或者執房這些 工作一點都不輕鬆 雖然在 Calgary 或者 Edmonton 裡面的餐廳忙極 都未必有香港那麼忙的一半 但始終你新入行的話 都要勇氣去適應一下 最後當然是講一下兩者的優點缺點 Streamy 最大的優點當然是價錢便宜 只要符合申請的要求 給多學費 證明你有足夠的資金就可以了 一人申請 全家移民 如果讀Public School 配偶還可以找工作工作 子女讀書更加不用錢 缺點就是時間無多 要有充足的資金證明 要認真讀書 申請人不可以找正職 雖然不說配偶可以出去工作 但我見很多都是老婆全時間讀書 老公變相就是全職臭小子 所以為何移民局要求申請有足夠的生活資金證明 而AIP 的優點不用說門檻低 英文同學的要求非常低 過到去立即可以開工 立即有收入 配偶一樣可以找工作 子女讀書都是免費的 缺點就是一定要來得 始終做餐飲不同做文職 不能坐在這裡那麼舒服 還有要去Alberta 省 因為這個是Alberta 的移民計劃 所以一定要拿到PR 才去其他省分生活 不過有不少朋友都很喜歡Alberta 因為生活成本低 說到這裡那麼順利的移民方案已經比較了給大家看 想走Trainmate 的朋友立即行動吧 如果想了解關於AAIP這個項目的話 就記得快點找我們吧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 有什麼想知道 立即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有專人立即聯絡你 如果想了解更多 立即約我們一對一的諮詢服務 我們會因應你的背景 去找一個適合你的移民方案 我們今集就說到這麼多 下集見 Bye Bye